刚才赵川老师问了您一个问题 就是你对岳母怎么样 其实这个问题刚才被她混过去了 她一直在提公平 我们都希望在婚姻当中是公平的 但这个公平我觉得分很多种概念 那比如说她会觉得说 你对妈妈好 而妈妈根本不爱搭理你 这是不公平 但实际上我觉得 可能站在一个女人的立场上 你对妈妈那么好 家里丈母娘拿一筐鸡蛋来 都要赶紧送给妈妈 但是你从妈妈家拿来的东西 有没有一点送给过丈母娘呢 没有 没有吧 孝顺这个词 对于所有结了婚的人来讲 它应该都是双方的 你要孝心自己的父母 但是人家那也是父母 是吧 你光顾着自己的妈妈了 但是你忘了 其实岳母也是你们的母亲 我觉得至少从这个方面来看 这也挺不公平的 而且我觉得你这一点 做得特别不好 反而会加重你 爱人心里的怨气 另外这个先生 我们整场听下来 好像就觉得说 他特别孝顺 然后孝顺的妈妈还不领情 但你没发现你这种孝顺 其实就是一种讨好嘛 我妈妈最不喜欢我 就喜欢我哥哥 喜欢我姐姐 我就是想讨好她 你讨好她可以啊 但是现在你是拖累着家人 是把拎着我媳妇 再把自己所有的 这个一切都搭上 我就是为了讨好我的妈妈 但是我觉得这有点过了 你知道先生 其实我觉得 我们生活当中 我经常会说 这个多子女的家庭当中啊 有些父母 他喜欢哪个子女 他对哪个子女好 一定是在心里 他觉得这个子女 更有出息 往往这是我们生活当中 很多父母的一种心态 所以我特别建议你啊 就是你想让母亲 对你更好一点 然后我们除了 跟哥哥姐姐一样 去孝敬父母以外 你要让自己变得 更能干一点 更有能力一点 而不是说天天就 飙在妈妈身边 我对妈妈好 听妈妈的话 家里有那么一筐鸡蛋 我都要送给妈妈 可能当有一天 我们在生活当中 很多的东西不匮乏了 我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可以让我的妈妈 让我的家人 都能过上好日子 我觉得你会得到 父母的认可的 好不好 其实父母心里都知道 妈妈她肯定是爱你的 但是我们不要真的把 这个所谓的一些 形式的东西 看得那么严重 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心 我觉得就足够了 你说其实我在场上啊 听你说的最多的就是 你妈妈对你不好 我对你才是真的好 我觉得你说错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应该有两个小孩 对吧 你会更喜欢谁呢 都一样两个 你会对谁更好一些呢 都一样的呀 都一样的对不对 对啊 她有一个哥哥 与姐姐 她的母亲 对三个孩子 都应该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说 你妈对你不好 即使你是妻子 你也不应该 说出这样的话 这种话你说得越多 你就把她越推向她的妈妈 其实你要的不是这个 因为其实一开始 主持人也问你说 你跟婆婆关系 是非常不好吗 不是 还可以 所以没到说 跟对方的母亲 水火不相容那一步 远远不适 其实你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最大的意见 就是对她 她的心没有在你 这个小家上 这是你应该抓住 重点去说的事情 男生 我问你一句话 是你跟她之间 还有那两个孩子 你们这个小家重要 还是你和自己的母亲 那个家重要 二选一 你选哪个 我们自己的家庭 你这是这么做的吗 没有 你没有这么做 我在资料上有看到 你们现在有房吗 没有 好像卖了地 得了一笔钱吧 对 做什么去了 给我妈买了个保险 理财 保险 理财产品 还有什么 还给了他们一笔钱 请问 这些事情 有没有跟你的妻子商量 没有 请问 这笔钱出去之后 你们还有多少钱 没多少钱 请问 你这个小家怎么办 我觉得嘛 那个 我们人比较年轻 孩子还小 钱嘛 可以慢慢挣嘛 其实你这都是 冠冕堂皇的理由而已 你真正的是自私 你自私地想说 通过自己的表现 让妈妈更加看重自己 你其实实现 自己在那个家里的价值 这里没有你自私的部分 同样你做得不对的是 这笔钱是你一个人的吗 是属于你们这个家庭的 你都没有问 另外一个主人的 意见与否 同意与否 你就自自做这件事情 太不对了 所以说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你的老婆并没有挑拨 你跟你母亲之间的关系 她只是鸣不平 觉得你的心 没在这个小家里头 你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 你虽然是一个儿子 但同时 你又是一个丈夫 另外你还是 两个孩子的父亲 两个角色的责任 你都没有承担起来 明白吗 我给你一个建议吧 如果说那笔钱 能够要回来的话 我建议你和你的母亲谈一谈 因为你身后 还有一个女人 两个孩子呢 好不好 好 就这样 好